我真的太喜欢这个赛季的牌位改动了 我打了11局 输了1局 正常情况下是加9颗星 你知道我加了多少吗 15颗 整整15颗 你们仔细看 白起的技能大招用了是吧 我没状态了 吃了一个塔下回复 这个血量正常情况是打不了的 但是白起没了大招 没大招 他就没了反空我的能力 注意白起的位置 他靠近草丛同时出去 进草的瞬间反向大招拉 然后接一技能再往塔下顶 二技能提速跑快一点再往塔下顶 长而直言很快 线上有长隔 兵线不敢吃了 所以你们看我打的字 让咋也去吃 你们看经济 现在是没有优势的 现在的对抗路 你抓他几次是没有用的 在兵线还没上来之前 提前到发一路这个草丛蹲 如果草丛有眼 那就放弃 这一波草丛没眼 那就给了我机会 注意好兵线上来的位置 两个兵线靠近的时候 就是最容易出来的时候 首约要注意他的大招 你们看出去大招往左边拉 一技能之后 直接二技能预判反跳 预判他的大招 同时二技能吃掉了顺兵的大 顶人的时候 重点每一下顶都要顶到射手 前面这两波已经很完美了 接下来只要你不失误 那么这一波 最低也可以收下一个射手 回城 补击 然后在技能还没好之前 再塔下清兵 没有大招和急跑 不能主动去蹲 在线上清兵等技能的同时 注意好队友的位置 你们看 看见中路就直接掉头过去 而第一时间支援的好处 你们看他的位置 二技能把他往队友的方向振 他队友也支援了 所以只能留下一个打击 然后你们仔细看 我给的信号跟鲁班的位置 不是我不给他挡 而是我没有想到 他会往白青脸上走 还好他队友没有在旁边 注意看好对面的技能 当我一技能给队友劈开的时候 打击的技能用掉了 开大 二技能跳打击的位置 他没有控制技能 往前顶接一技能 然后再往左边拉 守约大招用了两个 那么他只有一个大招 你们看 这个大招用掉之后 他没有了一位技能 那他只能被我收下 13-6 再看我的战绩 也就是说我一个人的顺风局 你看我给队友发了信号 我的信号已经很明确的 告诉他们这个位置有人了 当看见队友动向的时候 连炮兵都不敢再轻了 还是慢了一点 瞬间没了一个 用二技能跳 接兵价的控制 瞬间秒掉打击 对面都是满状态 打不了了 只能去中路 把中路兵线清掉 以往的赛季 金牌对抗路又能怎么样 该掉心还是要掉心 而这个赛季的排位赛 我只管打好自己 一个人的顺风局很无赖 但是金牌对抗路真的好香 赢了加两个心 输了不掉心 还加了两点几分 случае 记得 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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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